在外面想你的最后是什么 支乐队 然后翻唱滚石过去的那些经典歌曲 美秀集团当时选的就是陈其珍的这首歌 还是会寂寞 所以这期就聊聊美秀集团 上周去看了美秀集团的演出 现场的时候他们也唱了这首歌 他们的现场是我目前听过的 就是两岸三地的现场来讲的话 是我最想去追着看的 因为他每次talking都不一样 我第一次听到美秀集团的歌 也是因为他们外遇三部曲当中的一部 叫做《米儿》 很多人都猜测 这个是乐队主唱狗博 去大宝剑 然后亲身经历 但是我记得后来 刘修启航解释过 是因为狗博看了一个 类似于《阴影杀手2049》之类的电影 对里边的虚拟人 感触特别特别多 于是写了这首歌 在听过《米儿》之后 我才知道外遇三部曲的这个概念 就顺着听了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 叫《小老婆》 在这两部MV当中 用了共同一个女主角 叫做富裕 是模特 也是DJ 《烟影》三部曲的第三部 叫做《挡一根》 这英文呢 叫做《 Chill Out》 《亲爱的我无法当你一个眼》 当我当你最伤的眼 《 Chill Out》 也是刘修奇做的一个音乐节的名字 中文名叫《 Chill Out》 是一个鼓励大伙 躺着看的音乐节 这首MV的导演 叫做刘丽 是草东更早的一个鼓手 他导的MV 基本上都有黄笃笃的部分 我是因为刚才那几首歌 跟下杠的节目 就开始追根溯源 去听美秀集团 更早原来的那些歌 我一认识一些人 他觉得美秀集团 是一个那种土嗨的乐队 但我觉得其实不是土 而是他们在勾勒一种 怀旧的想象 以及在地文化的一个结合 接下来听一首 是我觉得美秀集团 就是在地文化系列歌曲当中 最深情的一首 这首歌是狗博写的第一首歌 讲的是他对那片土地的情感 这首歌开头的第一句歌词 大概是说小小的眼睛 看着大大的奶头 奶头这样的词汇 一方面很少会在歌词当中出现 另外一方面 就是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人 在唱类似这两个词的时候 是全无色情的感觉的 有的只是漂泊跟哀愁 乐队最早的组件 也是因为刚才那首歌 当时狗博是买了一把木吉特 写了那首歌 投稿给一个叫做南面儿歌的比赛 然后被选中了 他们要去高雄表演 但是这首歌狗博 没法一个人完成表演 需要有一个乐团 然后就拉上了身边几个朋友 朋友再拉朋友 组成了最早的美秀集团 他们第一首让大家认识的歌 是一首跟烟有关的歌 叫做卷烟 美秀集团在一开始 就在研发自制乐器 叫炫炮 2018年的时候 他们出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叫做电火王 在专辑的同名歌曲的MV当中 比较集中的展现了 那个看上去 特别像是理发店踩灯的乐器 这个MV里面的炫炮 是1.0版本 现在好像已经发展到3.0版本了 美秀集团跟大多数乐队 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 就是他们几乎每一首歌都有MV 而且每个拍的都特别好 我看过一个他们的采访 说早期这些东西拍的时候 可能预算就2万台币 到后来台团MV这块越来越卷 他们对拍摄的要求越来越高 后来动辄就得10万台币以上 所以他们的MV里面 后来信息量越来越大 而且有别于很多传统的 那种乐队会上的MV 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 整整一年 也就是2019年的8月的时候 他们推出了一首新的单曲 叫做《我要你爱》 这首歌是他们在听了大量的 雷颂德写的广海歌之后 写的一首歌 雷颂德是香港一位知名的音乐人 在1990年代中后期 包括2000年代初的时候 写过很多被称作广海歌的作品 包括陈慧霖 郭富城 黎明等等等等 很多人都唱过他写的歌 如果从专期的概念来讲 因为《我要你爱》是收录在他们第二张专辑 叫《多色宝山大王》里面的 所以当时会觉得 《我要你爱》就是他们的专辑的第一首单曲 觉得专辑马上就来了 后来发现不是 隔了一年 才又出了一首歌叫《僵尸王》 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对于美秀来讲的话 它是不能用专辑概念去归纳的一个乐队 因为说实话 现在确实可以不是以专辑创作为核心概念的 这么一个年代了 其实我觉得从他们第二张开始 就是按照单曲概念在发歌的 所以很多歌的风格差异化极大 比如接下来这首也是收在第二张专辑里的 这一歌叫做《哥哥呀 哥哥》 美秀集团生有一点的是 我在大文乐队当中都很难看到的 就是他们跟退队的成员 一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比如说在第二张专辑里头 有一首歌是退队的鼓手 李威之前去写的 虽然他已经离队了 但是乐队还是会把他的歌收录在专辑里面 这首歌叫做《做梦的人》 讲的是多年后乐队解散了 大家各本东西 有的人变成了迷烂的摇滚乐手 有的人变成了卖烧稿的 有的人变成了精神病 然后但是最后还是聚集到一起 再次站上舞台的这么一个故事 去年年底的时候 他们发了新的EP 一共有三首歌 都跟恋爱有关系 在前不久的香港的专场上 他们也用戏学的方式 谈论了一下恋爱这件事 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爱情是会要人命的 恋爱有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你们知道吗 因为恋爱上升的人口 每年平均比养残宝宝的还要多 信不信吗 你们是不是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 你们如果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 你们可以去看一些什么太宰字啊 我跟妳讲 恋爱是会死亡的 历史上是真的有这样的记录 你看 爱能拍到的 梁山伯跟朱英台 最后朱英台被迫嫁给马文才 他怎么了 这个林黛玉 最后贾宝玉要跟薛宝才 林黛玉怎样 恋爱是很危险的事情 接下来这首歌 我只是想要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大家遗忘的事实 不要随随便便跟人家谈恋爱 因为要命的知道吗 会要命的 这期节目也就差不多了 其实在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也在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那么喜欢美秀集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身上有着充分的那种赛博世界的感觉 所以他们也会自称为赛博台客 赛博世界就是一个各个年代 各种风格奇距离堂的这么一个世界 因为互联网的原因 不需要再去重复前一代人的音乐风格 你可以尽情的有自己摆脱前人规则的那样的创作 然后再预计你的创作去贴上一个新的标签 音乐风格都是别人去包装出来的东西 最重要的还是乐队几个人在一起的那种化学反应 这种化学反应不仅仅体现在创作上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相处上 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的状态可能是这样 你跟那个人在一起 可能状态就截然不同 这个就是一个乐队 或者一个乐团 所谓的那个叫团婚